现场的贵宾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们HECON 2021活动正式开始 首先感谢总统百忙之中 历临HECON 2021 让我们以掌声欢迎总统及贵宾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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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ss 请来自愿客任何 lemon 杏费宾 今回阻碍SCC 中 一篇本音论 合生心 痛息 请 indoor Garth we are very delighted to invite Shang and Mars the chairman of HICOM 2021 to give us their welcome remarks 大家好好久不見 首先非常感謝在座的各位蒞臨 今年的HICOM 2021 我相信可以帶來給各位不同的體驗 首先我們也要特別感謝蔡英文總統 國安會文明書長李子偉 總委員李苑士 科技部吳部長李福子密 以及各位貴賓的蒞臨 去年我們跟大家分享一句非常實用的話 叫做因應疫情的關係 這句話可以幫我們擋掉 我們很多困難的情形發生 那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辦了一整年的HICOM 從去年的冬天一直辦到今年冬天 那當然非常感謝政府還有大家的努力 讓我們可以順利的舉辦了這個實體的活動 對那身為亞洲最具指標性的 資安技術研討會 我想實體安全也是我們必須考量到的一個要點 因此我們也將實體安全 在今年的HICOM 2021 拉到了最高等級 相信各位剛剛在進門報導的時候 是非常有感覺的 突然想到我們還忘記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忘了介紹我們自己 嗨大家好我是Sean 哈囉大家好我是Mars Mars你今年有什麼樣的變化嗎 有啊我籌辦了一整年的HICOM 聽起來蠻好玩的 那Sean沒有什麼樣的改變呢 今年多虧Wall from Home的關係 讓我的這個體重有倍增成長的這個狀況 那有沒有什麼沒有改變的 有我相信各位已經發現了 我們今年一樣會看稿看得非常的明顯 尤其在這邊 好今年的主題其實非常讓人不難想像 去年是因為疫情的相關 所以我們有疫情相關的主題 所以今年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有了跟疫情相關的主題也是一樣的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COVID-19的爆發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 讓Walking from Home成為了一個必要的選項 也使得我們日常生活更進一步的推向了虛擬世界 這也間接勾勒出了我們大會的今天核心主題 Walk from Home Hack into Home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我們今年到底有什麼 我們駭客精神在HECON 2021依舊持續下去 我們突破了我們自主研發了線上會議平台 我們讓線上與實體的會議和在一起舉辦這件事情變成可能 同時我們也實現我們也實現它了 那我們也開發了多款的線上活動的系統 還有讓參與者有更深的蓄勢整合體驗 今天的HECON 2021有六大主題 採用第一個是拓展亞太的關係 我們嘗試與日本、韓國、美國等八大國家的政府 還有學術單位來做合作 來邀請各國的一些資安的人員來分享他們的資安的各國的政策 還有他的研究成果 其中有美國網路安全還有基礎設施設備安全局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CSI 來跟我們分享亞太區域的安全還有協同合作 另外我們也邀請了日本產經省的長官來跟我們分享 目前在日本推行非常成功的一個Society 5.0還有CPS的精髓 那以利我們國內的資安的發展 那第二個部分主要是有創立了我們企業的爭彩平台 那因應我們目前的資安人才難以尋找的關係 所以我們特別跟104人力銀行合作 那這邊我們提供一個平台 讓求職者跟企業更容易在資安領域 這邊可以相對應的做媒合 我們另外也與國發會相關的單位合作 來分享我們的資安新創目前有哪些政府的政策 還有一些相關的經驗 同時我們也持續的拓展各種未來資安的可能趨勢 我們與多間的企業進行合作包含人才培育以及新資安議題的探討 像今年我們與聯發科技共同合辦了軟體安全的workshop 培育人才 那也與鴻海研究院聯合舉辦了測量網相關的論壇 panel discussion以及相關安全的議程 同時我們也秉持著HECOM一直以來的精神 我們有國內外的資安危險研究員 不管是線上或者實體的加入我們 來跟我們分享各種深度的資安技術議題 資安高層的策略分享我們創立了資安高層的圓桌論壇 其中邀請了金融科技、資安長CSO以及智慧製造等三大主題的資安不同的企業的代表人 來這邊跟我們做經驗的分享還有做交流 最後一個部分是深化社群跟政府的鏈結 我們嘗試與行政院資安處跟金管會還有國發會等國內的政府單位合作 創造資安產業跟政府的合作關係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今年的指導單位 在這一年來我們有很多的感謝政府的單位還有企業 當然第一個要感謝的是行政院的資通安全處 這邊擔任我們的指導單位 同時我們今年HECOM20A的主辦單位有包含 社團法人台灣駭客協會、TrangerRoot讀書會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以及財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至於協辦單位的話我們分別有TWSCC還有104人力銀行 接下來我們要感謝的是我們天榮集跟尊榮集的乾爹們 相信總統剛才已經有看過 那第一位我們要感謝的是Panasonic 那Panasonic主要是基於Product Security的重視 在日本總部在台灣特別成立的Product Cyber Security Lab 主要是進行了產品的威脅分析、IoT的產品滲透測試 還有產品的安全人才培育等三個專案 來保護我們Panasonic IoT的產品 那接下來我們也要感謝教育推廣的夥伴奧義智慧科技 奧義智慧是成立於2017年的台灣新創公司 以創新AI技術打造自動化的治安防護 在今年的HECON201的大會上 我們更新增了桌遊的擴充角色卡牌包 那也邀請大家到奧義的談會上面體驗 接下來我們要感謝的是全力支持 Powered by Stop up Iceland Taiwan Stop up Iceland Taiwan 象徵從新創指導出發 走向世界舞台 那積極地向國際展現我們台灣新創蓬勃發展的巨大能量 並傳到我們有意願也且有能力對全球創新創業發展 做出相對應的貢獻 今年更希望藉由HECON202年打造資安的新創的社群 那接下來我們要感謝的是天永吉的乾爹TX1 Networks TX1 Networks 立足台灣守護科技群山 布局全球領航公共資安 嗯?就這樣子 對啊就這樣 不得不說TX1是一間非常遵守大會規定的公司 是一個很好的公司 我記得我那時候請大家交了兩句話 只有TX1是真的交了兩句 所以那也讓TX1讓他們的介紹描述多了不少 所以說 我們希望再幫我們唸一次 好 那我再唸一次 立足台灣守護科技群山布局全球領航公共資安 OK 那接下來我們要感謝的是天永吉的贊助廠商 叫做鴻海研究院 鴻海集團呢 積極推動3加3的轉型的升級策略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呢 就是成立了鴻海研究院 那當中裡面有五大 旗下有五大的研究所 分別針對人工智慧 新世代的通訊 量子計算 資通安全 半導體研究所等五大主題 以未來3到7年的這個期間呢 的前瞻技術研究來支持鴻海長期的成長策略 創造未來企業的價值 那最後一間天龍節的贊助商是我們的DevCore DevCore是台灣第一家推出紅隊演練的公司 透過反應駭客思維來反應真實的威脅 而其研究團隊更是首次拿下了台灣首次最高駭客殿堂 Punk2Ong的冠軍 也此次大會DevCore也在我們的大會上推出了Walkland挑戰 結合了限量NFT提供參賽者收場 那也歡迎大家各位去挑戰 那以上就是我們針對這次大會的簡短說明 那也希望各位在這兩天可以進行享受HECON 2021 給各位帶來的樂趣、議程以及豐富的內容 謝謝大家 謝謝 COVID-19的爆發 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 讓Walking From Home成為一種必要的選項 而我們的日常生活也被進一步推向虛擬世界 感謝總召們的精闢引言 相信HECON 2021這兩天的活動是相當精彩可奇的 現在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蔡英文總統蒂玲致詞 我們臺灣駭客聯會 兩位總召集人陳柏堯跟鄭仲倫總召集人 還有我們臺灣駭客協會翁浩正副理事長 我們在場今天我們一起來的有 還有顧麗熊秘書長 我們李漢明支委 還有吳正宗部長 還有現場所有的治安高手 還有所有的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是不是我們這個會稍微早了一點 臺灣駭客年會是臺灣最大的駭客跟治安技術研討會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在全球資訊安全會議中 HECON 2021 更是少數實體和線上可以同時舉辦的盛會 今天現場不只有治安業者 還有許多來自產業界的朋友 可見產業治安的重要性 已經受到我們各界的關注 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我們主辦單位的努力 讓這個平臺能夠持續的進行 跟社會分享最新最深入的治安技術 我們看到這次年會促進了跨國交流合作的對象 包括美日韓等八個國家的教育及政府單位 相信透過彼此分享經驗 將有助於臺灣治安的發展 也共同強化民主盟友的防衛機制 臺灣站在守護民主自由的第一線 長期面對駭客攻擊的挑戰 這些年來我們把治安當作是國安 持續地經濟各項治安防護的工作 我們也要求國安會延齡 並且在今年提出了《治安機關2.0戰略》 過去在1.0戰略中 我們奠定了推動治安的基礎環境 包括制定並且通過的《治安法》 我們成立了《行政院治安處》跟《支通電軍》 在《戰略2.0》當中 我們強調的是落實 資安防護公司協力發展資安產業 以及培養資安的人才 另外我們也著手成立專責機構 來負責我們的數位發展 也就是我們將要成立的數位發展部 而且以資安來貫穿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每個重要產業都要導入資安 我們更逐步要求上市櫃公司 在重大事件中揭露資安事件 也要求必須在年報中說明資安治理和投入環境 投入的資源 現在更嚴重擴大要求 達到一定規模的上市櫃公司 我們要求他們要設置資安長跟資安的專責單位 我們的目標很清楚 臺灣要打造被世界信賴的資安系統跟產業鏈 不僅可以保護我們國家資通訊的安全 也能符合國際對乾淨工業鏈的要求 當然資安人才的培育是重中之重 除了從校園和產業強化人才培育工作 我們也規劃設立資安卓越中心 培育頂尖實戰型的資安人才 在這些基礎上 我們有信心讓臺灣成為亞洲首區一指的 資安技術及人才供應中心 能夠協助理念相近的國家 一起來建立跨國資安的聯防體系 臺灣的資安工作能有今天的成果 整體政策能夠順利推動 駭客社群可以是重要的推手 藉這個機會 我要感謝我們所有提供政府寶貴意見 一起來強化資安工作的朋友 我也要謝謝臺灣駭客協會 十幾年來致力於駭客人才的專業發展 所謂高手長民間 相信透過每年的聚會交流 民間的資安技術能量會越來越堅持 我也期待政府和民間繼續加強合作 我們一起向世界展現臺灣堅強的治安實力 最後我要祝我們的活動圓滿順利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總統的勉勵 請總統在臺上留步 接下來有請臺灣駭客協會副理事長 以及黑槓2021總酬團隊上臺與蔡總統合迎 請貴賓看前面攝影師 謝謝 OK 謝謝 接下來有請國安會秘書長 牧民書長 國安會 李滋偉 科技部長 吳部長 中研院 周副院長 中研院 張副所長 中研院 李院士 科技匯報 李副直密 TTS1 劉石欣長 聯發科 李總經理 李經理 有一起與蔡總統合影 請各位歌賓看相攝影師 好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總統以及貴賓 就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恭送蔡總統以及貴賓離場 小明星 李公平 家裡沒大人了 對 就算沒大人 沒大人 我們該講的也還要講完啊 好啦 雖然走了兩位讀稿機 家裡已經沒有大人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來先辦一點正事 但在這之前我要先感謝 雷亞贊助了一位副招 Danny 然後另外台大也贊助了一位副招 紅馬 也感謝Devcore 贊助了一位巡巡 好 那接下来我要来办正事了 首先感谢钻石级赞助商 Frostcore Frostcore还有中华资安国际 KK Company 玉山银行 还有Deloy BTQ Team T5 还有联发科技 他们的摊位会 他们的摊位会在四楼的南方 也就是左边R2会议厅上方的位置 有许多精彩的摊位可以逛 接下来感谢金级赞助商 卢梭世代 乐天 Fortnite 安华联网科技 米卡创意跟博欧科技 他们的摊位会在四楼的北方 也就是右边 右边R1会议厅上的位置 接下来感谢银级赞助商 中华民国资讯栏体协会 中央研究院 资讯科技创新研究中心 接下来感谢特殊级赞助商 让我们今年的活动更加丰富 感谢DevCore TX1 IPIP 还有安华联网科技 Google 再来IPIP再一次 Fortcode 接下来感谢合作伙伴 教育部资产人才培育计划 SynCon跟HackMD 然后特别感谢隔来天一样大饭店 对我们的支持 赞助伙伴如此重要 正如场地资讯 对与会民众也很重要 好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目前的场地资讯 我们目前位于R0会议厅 右边是R1会议室 左边是R2会议厅 三楼还有Village 以及各式的服务台 也有纪念品的贩卖专区 这些都在三楼东侧 另外提醒大家 R0横跨三楼跟四楼 那四楼就如同许许刚刚讲的 有许多的赞助商摊位 如果大家前往四楼 要有拿到很多纪念品 以及跟赞助商互动的心理准备 此外我们早上提供早茶 中午提供午餐 下午提供下午茶 请大家至南北两侧去取用 那大家如果有饮食需求 请至南北两侧的户外用餐区 先生不好意思哦 这里会议厅内是禁止饮食的哦 OK一样的就是 各位如果在会议厅里面 是禁止饮食的哦 不好意思哦 一样的 在会议厅内 手机请记得关静音 不要打开 有任何声音哦 那你的识别证呢 先生你的识别证呢 没有识别证的话 我们可能要把你请离会场哦 如果没有带识别证的话 我们是不能进入会议厅的 诶等一下等等等等等等 东西也记得要拿开 在会议厅里面 请不要拿私人物品站位 如果要离开会议厅的话 请记得把自己的东西带走 诶诶等等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相信台下大家应该准备开始翻 饮兵袋里面有什么东西 想说哦不要再听上面这三个人了 好那不如就让我们来介绍 饮兵袋里面有哪些东西 首先是这个 精美又环保的帆布袋 然后再来 我们身上这一件 精美 好看又好穿 任亲专用的HitCon T-shirt 然后现在里面还有满满的 满满的 赞助商的爱 好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赞助商 然后接下来里面还有 联名口罩一款 联名口罩一款 刚好就在他脸上 联名口罩一款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 联名口罩套跟酒精喷雾一罐 不是这一罐 好没关系各位 饮兵袋里面自己有 自己翻一翻就会知道了 好那除了饮兵袋内容物之外呢 如果你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 欢迎选购HitCon的纪念品 他们在三楼的服务区走廊 贩售时间从早上11点到下午4点 那有什么可以买呢 我们有贩售HitCon开瓶器 它可是植虎形状的 那既然有开瓶器 就要来一点不一样的 那我们还有 駭客精酿啤酒 这个旋转除了致敬 肿招Mars之外 还有提醒大家适量营救 绝对不要喝到醉倒 喝到晕倒 那我们还有这一款 赞助商联名帽T 没有图呢 那我们就转帮我转一圈吧 来 这可是我们今年帅到步行的帽T 走在路上超嫌疑 而且大家看到就是 HitCon的汇重 而且超限量款帽T 你想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建议各位有时间赶快到服务台 建议到服务台旁边的 今天品贩售去抢购 那如果提醒你不想花钱 想要拿这个纪念品怎么办 建议你尽量收集点数 点数可以兑换 点数可以兑换纪念品的时间如上 如果超过的话 你只能换线上商场的折价券 诶 读稿机吗 好好先生 没有你的事情了 谢谢咯 那刚刚是不是有个东西 没有介绍到 没错 今年的识别证 各位身上的那一张 就是一般会中的识别证 但是各位今年有特殊的票种了 例如可以参加闭门会议 Roundtable的VVIP书 书量级别有限 我自己很想要一张 可以去参与金融智慧制造 跟C手桌的讨论 那别担心 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万种选一 至少你还有荷包 想要享受特殊的待遇 明年记得购买VIP票 他可以享有快速通关 前排保留座位 VIP论和VIP交流晚宴的机会 那虽然身份在这个地方 身份有别 但是HeatCon 在HeatCon这里 有一个东西是大家都一样的 我知道 那就是网路不一定安全 WiFi资讯请看右上方 这边是HeatCon 主办单位并不保证大家的网路安全性 会场内禁止使用任何形态的网路攻击 违规则我们将驱逐出场 强制驱逐出场 那如果有使用无线网卡 或者是智慧型手机的需求 请使用USB连接使用 不要在会场死舍AP 同时还有一些相关手则 请大家参考官网上面的相关规定 那为了保护HeatCon全体的工作人员 以下事项需要全体与会者 工作人员以及讲师共同配合 室内应全程佩戴口罩 两天入场时 皆需登陆食连制 我们仅开放户外用餐区 可以提供饮食 其他区域禁止饮食 如果大家身体不适 请通知身旁的工作人员 我们会尽快协助处理 好 那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在会场里面呢 除了我们工作人员以外 各位是不能够拍照跟录影的 然后如果你有不想被摄影师拍到的话 你可以去向服务台 索取红色的这个景神 好 那接着是我们在会场里面 会有非常多的摄影师拍照 那请各位包容一下 会有些闪光灯 那不会像现在这么夸张啦 好 那既然讲到我们的照片 有摄影师 那当然的 我们在会后呢 其实会有 会有 会有 我们会后的照片呢 全部都会上到大会的Flickr上面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 留存自己在大会中的影像 可以在会后上Flickr看看 那当然除了Flickr以外 我们还有非常多的社群媒体平台 那大家也都可以 按赞订阅小铃铛 我们所有的社群媒体平台 对 追起来 这样才可以follow到 我们最新的各种相关资讯 那除了社群媒体平台以外 我们还有Telegram 还有IRC 在大会的这两天里面呢 大家都会在上面进行讨论 交流 所以如果 你在会场的话 也请不要忘记 打开你的手机 然后打开你的电脑 连上Telegram和IRC 上面有会放非常多关于议程 或是活动的任何讨论 哦 那听完这么多 相信大家也还有更期待后面的东西 比方说Keyno 那我们就迫不及来介绍一下 今年精彩的议程吧 然后等一下的 等一下的Keyno将会有 Thomas Miller CISA的高级顾问 拿来讲述亚太地区 当前威胁形势 和常见攻击模式 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 和政府部门所产生的 潜在影响 为了应对这些危险 亚太地区的国家和组织 将如何合作呢 所以等一下议程会提及到 如何进行联合合作 还有它的好处跟挑战 那我们除了第一天的Keyno之外 第二天我们也有一个Keyno 由Nanohisa 他在资历于增强安全性和隐私 来应对各种类型的网络攻击 包含隐私问题 还有法律合规性 那在这个演讲当中 他将分享在过去十年中的经验 和挑战 并讨论如何在未来 更安全地去盈喻数位服务 那除了Keyno之外 我们还有各种高峰论坛 像是近期越来越多的 治安新创获得了创投的青睐 那这个论坛将会着重在讨论 如何打造治安新创 产业趋势上 有没有新的机会 以及治安的新创 该如何获得成长和投资 然后另外一场 另外一场高峰论坛将会讨论 Mobility智慧化 带来的无限可能 但大量的情境 也会带来不同的治安挑战 那将由Mobility的未来发展 讨论治安 讨论治安的未来 国际的趋势 以及技术输出 然后进而找出 让治安产业更加要紧的机会 那还有另外一场高峰论坛 哇 三场高峰论坛 什么机会可以让你听到这三场 而且主题完全不同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啊 那这一场会讨论的是 站在培育者的角度上 培育好的人才应该何去何从 各位 该何去何从呢 才会讨论到 学用落差产学结合 然后一起讨论到 如何有效地提供培育的资源 那就在就业前期的培育者 学生跟企业 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子的心态 那各位听完这么多议程 你会觉得很可惜 除了想听之外 你也想讲 诶 有机会了 如果你错过今年议程的报名时间 但你又想站在舞台上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Lightning Talk 注意 待会10点 就是Lightning Talk的报名时间 报名方法 到三楼的白板区 签下你的大名跟主题 今年是一场三分钟 更加的Lightning 而且该时代我们还配置了 加久高级拔线手 然后除了精彩的议程之外 这场活动 外面还有些什么呢 那我来介绍一下大会活动吧 相信大家在年会前 都有送到一封onepage的信件 或者你也可以现在输入 onepage.hitcon.org 那你就可以进入现在这个画面 那在这个画面呢 就可以透过我们的线上活动 那Hikon Online是2021的虚拟会场 我们以这个网页作为界面 提供更方便的参与模式给大家参与 这边提供线上会中 可以有沟通交流的机会 也让大家可以跟赞助商 一起互相交流 最特别的一点是 我们用了Hikon Online 结合了骇克猫力险记 希望带来不一样的游戏体验 讲到骇克猫力险记 骇克猫力险记呢 是透过剧情 解谜 资安 等要素组成的解谜游戏 那我们不限游玩时间 在年会的这两天都可以参与 那玩家除了可以透过 骇克猫的视角 更认识Hikon 2021之外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游戏 获得游戏点数 除了骇克猫力险记的里面 人会戴骇克猫帽以外 现场应该没有人会戴骇克猫吧 那骇克猫帽是现场限定的 今年现场的限定活动 欢迎大家也一同参与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今年其实也有一个叫做 骇克猫行动的活动 我们在现场里面有放了一些代号 你可以使用Telegram 呼叫骇克喵喵 担任你的小助理 并且回答出正确的答案 累积一定的题数 以及点数之后 你可以到活动组服务台 去兑换属于你的小惊喜 接下来要介绍练鼓 但是这个部分我不懂 我也不会打赞 Danny 交给你 不要这样讲 我也不会打赞 有问题的话 我都会回报Hikkon Zippo Day OK 好 那既然大家都打过赞 不是 既然大家都有尝试 进入某些网站的话 那你可能会需要 埋下你的后门嘛 那埋下你的后门呢 练鼓就是一个这样的空间 我们有一台虚拟机器 让大家全部都可以连进去 那你打下一台机器 你必须要让你的程式跑起来 所以在这里呢 只要你的process run 起来 你就可以开始获得积分 只有应用程序 run 起来是不够的 你还必须要打开你的后门 才能连上你的reverse show 所以呢 如果你能把后门打开来 你的获得积分会更高 所以欢迎各位打赞好手 请连上来 好好参与练鼓的活动 那当然这些机制 太单纯了 只有你process起来 就可以获得积分 哪有那么无聊 你可以去砍掉别人process 对 所以如果你能保护你的process 不死掉 而且能够干掉别人process 你的积分就可以更高 这样才是练鼓的真谛 那当然除了模式 它的模式可以非常非常复杂 我们的活动组 安排了非常多精心的模式 对 大家都可以到进阶场 再去看更详细的说明 那上面有一个涂鸦墙 大家可以好好安心的 小心的连上涂鸦墙 你可以去串凯那个涂鸦页面 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惊喜 提供给参与练鼓的人 好 那这些资讯呢 通通都在one page 请连上one page 看到练鼓的相关说明 练鼓这个活动 我要看到血流成河 那当然如果 练鼓队来说可能太困难 他有新手场 没错 可是对你来说太困难 或许现场的village 就是你的很好的选择 你也可以到 三楼 北侧的village摊位区 那边会有非常多的 社群摊位 你可以在那边得到很多 现场实体的活动跟交流 欢迎大家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去参与village的相关活动 除了摊位以外 还有village salon的非官方议程 在第二天下午会有两场的议程 在我们的远居会议室进行 所以请各位在第二天下午 可以到远居会议室 参与我们village salon的活动 那竟然活动这么多 大会是不是来该有一点表示 对没有错 来参加活动一定要有纪念品可以换啊 那今年的活动 他会拿到点数 可以在现场兑换纪念品 不过兑换的时间有限 如果错过了 只能兑换线上商城的优惠券 那各位可以在onepage的右上角 选单里面找到兑换折价券 里面可以看到有哪些折价券 可以兑换也可以看到 自己到底换到了什么 哇 这套影片怎么这么长 到底是谁做的 而且还做这种说明 好像以为惠众不会操作一样 搞什么啊 好 当然如果你还是有 不用的东西 换你到服务台洽询 然后那如果你的点数 不想拿来换纪念品的话 你也可以拿来做交易 相信各位一定都会使用的 那所以这边我们就数数的带过 那点数的操作会有三种 发送跟接收是成对的 可以让大家自由的交易 然后接下来都不用提了 这个重点是我的QR Code 如果你不想换纪念品的话 可以把点数交易过来给我 好 扫不到 是不是太小了 扫不到啊 没关系 我帮你放大 来 各位开始扫吧 手机拿起来 抱歉 我忘记各位还没有拿到点数 所以等一下记得要去参加大会活动 然后去跑正数商餐位 可以拿到更多的点数 然后再可以兑换纪念品 或是赶快把它转给我 那说到这边 总招给的中典点费好像差不多咧 我好像该回去上课对不对 那我们就 拜拜 拜拜 拜拜